新西蘭海港城市新普利茅斯 曾被評為全球最宜居住的城市 該國部分法輪功學員近日聚集在這裡 舉辦遊行集會活動 慶祝法輪大法紅船世界30週年 陽光普照的午後 法輪功學員組成的遊行隊伍 吸引了新普利茅斯民眾的注目 親普利茅斯是新西蘭著名的旅遊城市 2021年更被國際移居社區獎 在15萬人口類別中 第二度被評為世界最移居城市 許多首次聽聞法輪大法美好的居民 喜悅易於言表 電腦記者羅天廠章名竹 新西蘭新普利茅斯報導